1月24日 第十七届亚洲金融论坛在香港会议展览中心举行 本届金融论坛以多边合作同普新片为主题 汇聚全球超过130名财经官员、国际金融多边组织、金融机构及私人企业领袖担任演讲嘉宾 香港特区行政长官李家超出席活动并致辞 李家超表示 香港作为国际金融中心拥有众多独特优势 在国家的支持下 香港将继续成为国家及世界的金融中心 为亚洲及全球公司创造给予 香港经济食品 碰到香港的金融中心拥有其各种情况下 香港已达到香港的市场 亚洲金融投放 香港经济他继续成为了公司的产品 产品貌图接近金融中心圆 亚洲亚洲專家 产品加上虽支企业需要并��达到香港的研究 产生产品 世界的国家? 产品产品 与产品量产品 国家金融监督管理总局局长李云泽在致辞中表示 香港是全球知名的国际金融中心 在经济自由度 金融市场深度 国际化法律环境和人才储备等方面具有显著优势 下一步 金融监管总局将继续加强与香港方面的双边监管合作 不断推进向港澳更高水平开放 全力支持香港发挥在一国两制下的独特优势 不断巩固提升香港国际金融中心的地位 一是进一步深化内地与港澳金融市场的互联互通 持续优化跨境理财通试点 支持更多合格投资者参与 不断扩大合格投资产品范围 二是提升内地银行业保险业对港澳的开放水平 支持进一步扩大港澳银行内地分行的业务范围 三是支持香港巩固离岸人民币业务枢纽地位 支持中资银行保险机构 在港发行人民币计价的绿色债券 深化内地与香港的绿色金融合作 四是支持中资金融机构扎根服务香港本地市场 支持中资银行保险机构 持续完善对香港实体经济的金融服务 发挥内外联动优势 参与香港北部都会区绿色金融军金和科创军金建设 本届论坛吸引来自70个内地及海外商贸团 共约3000名金融和商界人士参与 有参展商在街州中心社记者采访时表示 这是因为全球贸易和联系逐渐薄弱 香港才显得格外珍贵和重要 香港自身上会保险 香港自身上研究竟的文化 从年一年来都会有很高的 香港自身上有关的 影响了 银行属于世界中心参与 中国人有关系的交流 中国人有关系 中国人有关系 产生的关系 香港口上统点 很重要 the traditional role was always one to connect the West with the East with mainland China there's so many opportunities there.The pressure even though the political will might not be there and people want to divide it a bit there is the commercial pressure, the interest in other cultures the will to connect in the societies and that stays.That needs an outlet.That needs a connection point I think Hong Kong can be that connection point in the future as well. I think it's an exciting thing. I think there is an opportunity for small medium enterprises both from Canada to look at Hong Kong and vice versa to have companies come to Canada, invest in growing their business into a new market. Canada presents some interesting opportunities I believe. But my opinion in general is that it's a global hub of finance for sure. I think it's on par with the other big financial centers.